国会下议院今天以声浪表决 通过了由卫生部长扎利哈提成的 2023年吸烟产品公共卫生管制法案 这项法案的条文 包括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产品 吸烟材料或烟草替代产品 或向未成年人提供任何吸烟服务 同时也禁止未成年人购买有关产品 该法案原本也包含了禁烟世代条文 即禁止向200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者 销售烟草和吸烟产品 以及禁止他们吸烟 然而在一系列波折后 这一条文最终被删除 扎利哈表示 当局将持续监督修正案 对于降低国内吸烟率的效果 他强调政府若有必要 不排除在未来重提禁烟世代条文 目前当务之急是确保设立独立且全面的法令 以监管电子烟 烟草产品 或替代烟草产品 扎利哈表示 政府在听取总检察署的意见后 做出了上述决策 旨在更有效的管理吸烟问题 一党本统国会议员阿旺哈欣揭示 由于接到五级干当国会议员 赛·阿布胡申的威胁电话 他决定向警方提报此事 赛·阿布胡申于本月28日 宣布支持由首相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成为第五位便捷的土团党议员 阿旺哈欣在今日 在国会问答环节中引用议会常规第95条文 表示由于自己及其家人 受到赛·阿布胡申的电话威胁 因此请求援引议会常规 以获得保护 当阿旺哈欣在议会厅宣称 接到赛·阿布胡申的电话威胁时 引起了议会的轰动 然而 阿旺哈欣并未透露威胁的具体细节 我不介意被威胁 我必须面对 我只是担心我们可能会分心 因为国会尚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国会议员理应受到保护 他也向国会下议院议长佐哈里 提出辩论此事的请求 但议长促请他必须先提成书面动议 佐哈里表示 你不能突然提出 你必须先提成书面动议 因为我必须进行调查 行动党国会议员张哲敏劝告阿旺哈欣立即报警 而非在议会厅投诉 如果受到威胁 请报警 而非将此事带入议会厅 我们等待警方的调查 宾州首长曹关友宣布 由于Astro面对其他竞争对手下订阅率减少 股票价值不断下滑 州政府决定出售手上持有的Astro股票 他在周四的州议会总结辩论中表示 州政府已委任两家投资顾问公司 授权其管理2000万令吉至3000万令吉的投资基金 并每季度向宾州投资信托基金局报告买卖情况 他指出 目前州政府持有的股票包括国油 国能 马电讯 亚通 Axialta 大马机场控股公司MAHB 宾州供水机构 及民讯MAXIS等 他表示 州政府听取建议后 决定出售Astro股票 以投资其他股票 据了解 宾州政府的这一决定 进一步引发了Astro大马股价的下跌 截至下午三点 Astro大马股价下跌1.5仙 跌幅达3.80% 报38仙 创下历史新低 值得注意的是 Astro大马于9月25日公布的 2024财政年刺激净利 暴跌76%后 隔日26日 股价已大幅下跌8.8% 无论如何 曹关尤补充表示 最终是否出售Astro大马股票的决定 将由宾州投资信托基金局作出 旅游 艺术及文化部长张庆幸指出 为中国和印度公民提供免签措施 确实将对马来西亚旅游业产生正面影响 并呼吁各界不要将所有课题都演变成宗教或种族课题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不要将所有课题都变成宗教或种族课题 我们应该更专注于那些真正对国家经济发展有贡献的元素 这样才能给予游客信心 进而吸引更多游客来马旅游 帮助国家经济发展 张庆幸在今天的 国会下议院部长问答环节中回应行动党林冠英的提问时表示 随着有关的免签措施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今天将召开会议 商议旅游宣传和吸引游客的攻略 他预计来马的中国和印度游客人数将增加 这将对旅游相关领域如酒店、零售和交通等带来经济效益 张庆幸强调 我国必须确保国内尤其是旅游景点的设施和设备 处于良好且安全的状态 并提供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旅游产品 击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沙努西强调自己并未在政治路上设定目标 也没有梦想要成为首相或掌握任何职位 他在今天击打第十五届第一季第二次立法会议休会后 在记者会上回应被指示首相人选的问题时 他表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仓的安排 而此事将会由一党内部来决定 但倘若得到党的委托 我就会尽全力做到最好 关于领导层的问题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 包括这一次的记者会 我们不能设定目标或有任何幻想 我坐在这里也没有目标或有幻想 是上仓的安排 将我和其他领袖送到这里 如果要去得更远 就由党去决定 他还强调 自己没有个人理想 而如果接到委托 则会为党和大众尽力而为 而不是为他自己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嘉祥表示 行动党以及公正党 在华小师资短缺的问题上 未能挺身而出 唯有马华在孤军作战 他在脸书上贴文中提到 回顾了过去两天 教育部长在议会的表现过于激动 与无伦次的发烂扎 他表示 自己则保持冷静 面对教育部长的发言 那一刻却多么期盼 其他在议会里的行动党 以及公正党华裔议员挺身而出 毕竟也有部分行动党议员 提出相同的课题 质疑教育部 大家理应殊途同归 一起为华教呛声 可惜那一刻我等不到 仿佛只有马华代表在孤军作战 太寂寞 他以歌手张青芳的激情过后来形容当前的情况 在激情过后 我不禁在问我提出的几项教育问题 获得解决了吗 至少教育部长总该有个答案或说法吧 他列举了一系列教育问题 包括明年华小是否会继续培训华文教师 树里科双语教学计划是否继续 班蓝华小及宽柔五小学生人数已爆满的情况 新山郭鹤瑶华小 核实可以获得教育部的许可等 他还质疑教育部 决定搁置沈牧与华小建校计划的原因 以及首相宣布的 各原流学校维修拨款10亿令吉 为何缩水等问题 对此 他敦促部门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 这才是人民百姓要看到的良好施政